好 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已经勾到格四加一 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来勾下一圈 下一圈是格五加一 我们先勾五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勾好五个不加不减的短针之后 我们在第六针里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然后再勾五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三 四 五 勾好之后再勾一个不加不减的 勾一组短针的加针 就这样格五针加一针 我们一直勾 勾到最后 三 四 五 我这里我勾的比较快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啊 自己完成一下 完成之后我们再来讲 有一点 五个不加不减的短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最后一针也是一组短针的加针 如果不是的话就找一下到底是哪里错了 勾好这一圈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跟第一针勾引拔针 勾好引拔针之后我们绕线 然后我们下一圈就比较简单了 下一圈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一针短针 就是完整的勾一圈 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针对应一针的勾 每一个针目里面只用勾出来一个就可以 一直勾到最后引拔 然后这里我就放快速度 放快速度勾好之后呢 来给大家讲其他的 或者我们先回来 把这组短针的勾备进去 那么一范 根本一会让我们招期比较靠勾 好的 好了 我们现在的プロ 招期的丰致 老少熱腦 不 Object 我们现在的步伐 想让别人生气 成功一下 可是 它也会让别人 伤心勾心 直到他正是两欧 好 我这里勾到最后了 勾到最后之后呢 我们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要引拔 引拔好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断线 我们留长一点线头 留个三四十厘米啊 留长一点 到时候缝合用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 给它拉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一共这个红色的呢 要勾两片 然后这个黄色 这个卡色的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 卡色的和这个红色的是 主体是一样的啊 我们卡色的是勾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拳 这个红色的呢 勾了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勾了八拳 就是这个红色的是勾到 格五加一之后 又勾了一圈 不加不减的短折 然后这个呢 是勾到格五加一之后 就引拔断线了 就是这个卡色的比红色的是少了一圈 这个卡色的呢 我就不再演示了 大家自己完成 勾两个卡色的 两个红色的 然后下个视频 再来讲其他配件的勾法 大家如果都是 我是后面用 用胶斩 大家如果自己用毛线缝的话 这个线头也给它留长一点 这个可以自己决定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